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大陆的华西村有一个响亮的绰号 叫天下第一村 向来是大陆农村致富的楷模 家家住别墅开豪车 成为这里标志性的画面 但是最近却传出风光不在 负债高达台币千亿元 从云端跌落 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困境 到底问题出在哪 今天开放新中国节目里 有深入的采访报道 华西村位在江苏省 他曾经被誉为是 农村资本经济的典范 当年老书记吴仁宝 是一个很有憧憬的人 他给华西村拟定进度 70年代造田 80年代造厂 90年代造城 那么搭上了经济起飞的顺风车 华西村的村民就这样 一下子富了起来 所谓的家家住别墅存款过千万 这是当时大陆最有钱的村庄 观光客大量涌入 大家触目所及 富力堂皇探为官职 但是现在负债高达千亿台币 华西村的经营跟努力 到底出现了哪些瓶颈 首先来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巨资打造的山寨景点 这里是大陆华西村 过去靠着仿造国外著名的建筑 西客 村里头还有两架价值4亿5千元台币的直升机 看得出当年的雄心霸气 但这些20年前西客的玩意儿 现在不流行了 从数字上看 仅仅一年的接待量 从最高250万人 瑞捡到只剩150万人 被视为农村致富典范的华西村 传出遇上瓶颈 1970年代末 华西村时任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 实施大队核算 国内各人多劳多得 华西村因此率先致富 农民一起发展企业 做纺织 冶金和钢铁 如今打造了208家企业 总资产达542亿 只可惜随着大陆经济的活跃发展 支撑华西村为主的钢铁业 从2008年开始就下滑 2015年钢铁的企业收入 128.39亿 仅为2007年的一半 在观光和产业结构 都面临挑战的情势下 这个富豪村庄 传出了负债达389亿 是到了该转型的地步 这很花开 那爷大妈们认真听着导游讲解 这里是传说中的田霞地一村 共计每年能吸引经人造访 整个农业观光示范基地 有70%的农作物 采用立体式栽培 这个盆子里面就是说 我们配的有三种不同的物质 制食 枕中盐 草炭 看准石下镇热门的农业旅游 华西村也走回春朴老路 打造深度农村游 全力发展智能化农业 因为我们现在的农业 做农业 一定要集合乖光 科普 生态 去做 另一个呢 我们 比如说种的水稻 让人家来看我们是怎么种的 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所以我们为此呢 咱们派了七个年轻人 到日本 去学习他们的农业技术 吴贤恩是现任的村党委书记 也是吴仁宝的四儿子 和老爸一样有着勇于创新的精神 农业项目也不单就是 种到除草而已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低温仓库 整体的货架呢 有四层 那么总的货位呢 我们有1300个 那么每一个货位呢 可以放一吨的产品 那么整体我们这个仓容量呢 我们就是1300吨 梅政华是吴贤恩 找回来的海归之一 原本从事钢铁业 随着村庄积极发展 他也赶上这股 智能化带来的管理商机 像我们在这边呢 这里有一个 我们这个仓库的温湿度仪 那么在这个上面 我们就很清楚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仓库里面的温度 还有湿度 常年温度控制在15度 湿度则是70度 这是稻米保存最佳的黄金时间 沿袭日本的保存技术 与起过去节约了 一半以上的人事成本 更能有效地确保稻米品质 这套智能化管理系统 也运用到灌溉 这个是我们是一个智能灌溉系统 那么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呢 这一排呢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出水口 那么我们通过在这个电脑屏幕上 进行控制 那么在这个 需要在个水稻田灌溉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房门打开 透过后台的电脑监控 调节水量 从种植到保存 能有一套精准的SOP 让自家出产的米 在光照下能经营剔透 几乎无杂质 行情能卖出一斤58元 约台币290元的价格 华西村积极朝智能化转型的一环 当然拥有这些还不够 既然不能放在一个来质量 那么我们也要走出去发展 看看有更多其他好的机遇 你比如说 像我们到澳洲 就专门去跟他们合作 做那个新能源企业 产业这一块 你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地区 主要是做海上工程这一块 你比如说到非洲 我们主要是去做那个 矿材质要这一类的 别看这三世线城市中的农村 总是能跑在他人前面 即便面临船产不景气 所带来的冲击 也深知必须搭上智能化发展 害怕触角布局海外 能否再创下一世代的繁华 华西村正在努力